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唐雷琪又到了周报时间了 来看一下5月2号到5月8号这一周形象 对个别星座影响 事业上来说有四个星座 狮子 处女 天平 跟水平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呢 工作上我倒建议你要积极争取 或者是要努力的去打仗 这个打仗方面你反而是有赢的契机 总而言之不可以太过温和 或者是只是在那边等机会降临 另外一个是处女座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如果有这个竞赛 你应该会得名得奖哦 那而且在工作上呢 你也很容易被看见表现很好的一面 所以有机会被长官提拔 另一个是天平座 天平星座如果你的这件事情是跟合作有关系 那么合作单位大家同步调是很重要的 或者还蛮容易你扯我后腿我扯你后腿 所以事情的协调要做好 另一个是水瓶了 水瓶星座恭喜你哦 某一个很重要的案子呢 终于有结束或完满 或者是被你处理好的一个状况 所以心上的石头就落了地了 感情方面呢 那就是四个星座 白羊 双子 巨蟹跟摩羯了 白羊星座的朋友 也许你很在乎对方 所以任由他予取予求 可是事实上这样反而是错的 你要保留自己的个性 或者是你要开始停损了 另一个是双子咯 双子星座在感情方面呢 跟长辈的态度很有关系 他支持你吗 或者是他们愿不愿意 为你祝福 或者是给你很多的帮助 我想这都是关键 所以讨好长辈很重要 另一个呢 是巨蟹座 巨蟹星座 其实这一周桃花朵朵开 你到哪里都还蛮容易遇到 有人对你表达好感 所以如果你太花心 还蛮麻烦的 另一个是摩羯了 摩羯星座在感情方面 倒是跟职场有关系 比如说你真的跟对方是蛮长期有接触 或者是一起共患难 我想这都会让你们感情增温 来看金钱方面了 那就是射手跟双鱼了 摩羯星座最近财运挺不错的 重要是有贵人 如果有一些很懂得门路的人 给你一些指点赶快收下 另一个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最近动了赚钱的念头 或者是跟赚钱有关的点子特别多 好好的执行它 千万不能够只是想而没有做 我们来看健康方面 要注意的是金牛跟天蝎了 金牛星座 你的健康问题跟过劳有关 或者是跟你自己 不知道自己的底线在哪里有关 所以不要懒太多你做不来的事 还有要多休息 这段时间就不要在那边 乱七八糟乱熬夜了 另一个则是天蝎座 天蝎星座的朋友 还蛮容易做噩梦的 这表示你有心事 那么当然好好的去面对 心里的那个黑洞 或者是你担忧什么 去把它找出来 都会对你的健康是有帮助的 因为身心灵是合在一起的